刚才有一位李小姐打电话进来 她想要问的是 她要问的是 这个1月31号到期 在我们LA County的这个租约到期 开始可以 不是租约到期 那个限制保护令到期 那开始可以驱逐房客的这个法令 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因为当初是延期延到1月31号嘛 那现在还有在延吗 还是说呢 其实所有的房东房客要开始注意咯 驱逐房客的这个法令 已经开始可以来执行咯 过了1月31号之后 就会有变化 那到底是什么状况呢 今天为大家找到了 专家拔刀相助好心人 这是我们好期好律师 哈喽好律师你好 你好你好 真不好意思 突然突发的问题 赶快给你求救了 LA County的这个 租约的问题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解说一下 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不管是County LA County也好 还是Orange County也好 那么我们这附近的几个County呢 都是要遵循州法 也就是California它的这个有关相关的规定 那么有这个房客 房主 驱逐房客的这个法令呢 在去年的时候 在就是我们COVID比较危险的阶段呢 曾经有过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说到10月份为止 也就是说9月底到10月份为止 然后后来呢 又延期到今年的1号 1月31号 那么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 也就是说并不是说不可以驱逐 而是有几个条件的 也就是说从3月份到1月份 如果就是在疫情这个期间 大家不能工作这段时间 很多房客是没有办法去工作 或者没有薪水的这种 如果他要是能够遵循相关的法律 比如说你要 你要跟房客要及时通知 要通知他 你为什么没有 不能交房做 是因为COVID失去工作的情况下 是这种情况下 是可以的 那么如果说假设 你已经多年没有交房租了 在这个之外就可能没有交房租了 然后房东一直没有驱逐你 所以你就不属于这个保护的群体之内 所以说当然呢 在现在已经 就是说法院已经接收这样的案件了 那么一旦接收以后呢 你要赶紧找律师 因为这个都是有很短的时间的 你一定要赶紧找律师 在这方面 包括你要对你的案情 做出具体的分析 一旦法院接收这个案子以后呢 那么当然他最后能不能驱逐你 还是由法官来判定 那么有很多的情况 你到底符不符合条件 你到底是因为房东是不是有问题 那你这个驱逐令的问题是在哪里 所以并不是说统一性的 大家都收到了保护 哦OK 那这个是一个加州的州法吗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请好奇好律师 到时候给我们这个加州州法的网站 我们所有的房东或房客 自己想要去查询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个州法的这个网站 那我们自己可以对比一下 自己现在本身遇到的情况 跟自己本身的条件 是什么解决的方法 有这个网站 我们大家都可以查的吗 对对对可以的 我把这网站发给你们 然后就可以 法院的网站也有这方面的信息 哦也有列出来 好的 多的法院有self-help center 然后呢 根据具体的情况 要去做一些资讯 或者扫地证 就这种情况 因为它是有一定限制的 这种保护呢 是有一定限制 不是说统一性的 所有的人都受到保护的 所以说那你具体的情况 如果房东已经 已经serve你这个unlawful detainer 这个诉状的话 要赶找律师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因为你要不回诉的话 那就是自动诉 你要说回诉了以后呢 也许你可以受到保护 也许有其他的理由 跟任何其他的法律的纠纷一样 也有可能是在这方面呢 可以把律师可以帮助到你 在法庭上帮助到你 所以说这种情况 也是要具体案例 要具体来处理的 我关COVID protection 那么我把网站呢 回头给1300的听众 然后大家做得很好 好的好的 谢谢我们好奇律师叔叔 的好奇好律师哦 那这个网站呢 如果有看我们 华语电视的所有观众朋友们 我们会把你列在 我们的电视荧幕上面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关于法庭 他现在所出来的这个公告 以及我们这个 加州现在的法律 是什么情况 再次感谢我们的好律师 谢谢